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自負通的環球直擊 我們經常說去年的投資主題 環繞在央行加息步伐之上 到2023年會否轉一轉風氣 但上星期只不過公佈了聯儲局 上個月的一份意識會議記錄後 市場的看法好像不同了 我和專家一起談談 Aaron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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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就被驚嚇我們一新的一年開始 但這個算不算客宜了市場 看回聯儲局上個月的意識會議記錄 當然仍然說如何達到通脹目標水平 但大家最關注的一點 就是原來會議當中 其實根本未有委員提及過減息 這個對於市場來說好像有點意外 我想有兩個重點 第一就是首先他解釋了 將最激進的加息步伐由75點子減到50點子 就不代表聯儲局放棄對抗通脹 即是說再重新多一次打擊通脹的決心 仍然存在 另一方面其實也看到 聯儲局原來點陣套這麼多位委員 在2023年似乎減息意欲不是很大 這一點我想對市場是否很驚嚇又不是 因為其實只不過大家明知 在利率期貨上面 跟點陣套的看法是有點分歧的 即是說市場認為聯儲局今年是在年中之後需要減息 原因當然是因為經濟衰退要去谷經濟 但是聯儲局的委員似乎暫時不同意這個看法 所以究竟誰對誰錯 或者是會不會最終聯儲局堅持他的立場 還是最終是因為可能市場的變化 而需要去真的逼著減息 我想這個造成了今年對投資市場來說 最大的一個波動的機會 因為大家當然不知道最終結果如何 但是既然如果是站在官方的立場 似乎他們不認為需要減息 那有甚麼原因要迫使他們減息呢 應該就是一些突如其來的突變 例如說經濟真的急速放緩 我想才會迫到他們將本身的立場轉軚 所以這一點反過來的情況 就是如果聯儲局認為要減息 但是市場認為不用減息 就是另一個說法 因為始終官方的重要性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究竟誰對 就是今年市場上密切觀察這一點 但是你說為什麼市場的波動不是很大呢 最主要是因為始終這個是會議記錄 兩個星期前其實當議式會舉行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知道 鮑威爾在記者會上面 其實說的言論都是差不多 所以也不算市場上有很大的一個驚嚇 但是我想對於今年來說 又要關注多一件事 因為今年聯儲局委員的投票權 其實是有變動的 所以市場上會關注 尤其第一、第二次的議席會 這些新有投票權的委員的取態 當然我們可以從他過往的一些言論 去推測一下究竟是屬於一個鷹 還是鴿的一個言論 但是始終他今年是有實際的投票權 有些之前可能發言比較多的 大家認識比較深的 例如說有一個叫英王 叫做布拉德 其實今年反而沒有了投票權 所以大家就要開始學 可能要花多一點心思 去研究一下這些有投票權的 一些言論的重要性 可能就會高一點 相反以前的曝光率比較高 因為以前他有投票權 我想他仍然會有機會 會有不同的場合發言 但相對的重要性 就次要一點 就放低一點 這一點 我想投資者也要做一些調整 市場亦不要預早去炒減息的因素 因為暫時來說 起碼是會議記錄當中 未有看到這個線索 不減減 但繼續加到水平 連IMF那邊亦都出來說 希望他們繼續堅定 至少目標利率水平是5% 如果真的依從加息的目標 步伐未必是很急 但最終的利率水平是5% 對美匯或大宗商品的影響在哪裏 我想上半年 尤其第一季對美匯來說 仍然有一些支撐 因為大家都仍然相信 無論剛才你說IMF也好 或者是利率期貨也好 其實都預計真的利率 還有一至兩次 可能都會有機會加息 加息的幅度當然有些變化 可能是半來 可能是四分一來 但起碼未真的去到要煞停 加和不加中間 所以在這一刻來說 大家仍然會比較 哪些央行是有一個加息步伐快的 就可能相對吸引力會大一點 始終有個息差的優勢 還有大家仍然相信 一些主要經濟體 例如歐洲或英國 其實他們最終的利率 其實都會低於美國 所以就算他現在 因為他遲起步 要迫著他加息也好 但始終大家都覺得 美國仍然在加息 所以大家都是可能平起平坐 意思是息差仍然會保持一定的優勢 所以我想這一點 就對美金在短時間之內 跌了這麼多 可能都會有些反彈 但是越來越過了 例如去到第一季尾 開始到第二季 大家開始爭論 究竟聯儲局的加息部分 是不是開始要停了 這一點我想就對美金 開始會有些壓力 始終有一些央行都仍然會繼續加息 相信但是始終另一邊 就是因為大家打倒 就是有一些經濟體 其實你本身在去年 已經預計了會含入經濟衰退 例如歐洲或英國 但美國其實今年是有一個新鮮滾熱 就是由一個比較有動力的市場 開始會大幅放緩 因為隨著息口加了這麼多之下 甚至含入一個衰退的情況 所以這個變化純粹是兩者之間的比較 還有大家今年看到貨幣政策上 仍然是有一些 我想是一個錯配的時間上的錯配 例如歐洲那邊 似乎仍然是堅持一個比較鷹派的立場 因為實際上它真的有一個壓力需要加息 還有它加得被人慢 起步被人慢 所以現在都努力追緊落後 似乎市場上有機會打到息差收窄 所以其實先後次序就是 如果第一季的時候 大家都仍在加息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美金因為有息差優勢 可能會有少少支持的反彈 但到了第二季的時候 當美國真的開始接近尾聲 而歐洲仍然是 雖然它沒有空間加息 但它仍然發表一些比較鷹派的言論的時候 可能在炒一個息差收窄的情景 這對外幣來說可能是比較好處 美金應該會有些壓力 所以市場上 有些優勢 甚至乎大家平起平坐 看看外幣的發展會是怎樣 到時再會在智庫通的環球 直接跟大家一一跟進 你現在正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了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